欢迎你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周报 过去我们所看到的恐怖攻击 大多数地区都是在欧美国家 尤其是从911之后911之后 而俄罗斯后来发生了相当多的黑寡妇 就是主要来自于车臣的恐怖攻击 中国大陆自从七五事件 就是当时的乌鲁木齐的暴动之后 最近开始频传好几次 在北京首都的恐怖攻击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事件来看的话 或许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著名 因为它的公安相当的严格 那么它整个国家的控制相当的严峻 因此俄罗斯有非常多的游客 喜欢到中国大陆 特别喜欢到三亚 理由就是中国是一个 免除恐怖攻击的国家 但是北京最近频传数度的恐怖攻击 而恐怖攻击者大多是来自于 新疆乌鲁木齐的回教徒 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回名 那么当地呢是在10月28号的时候 突然接近中午的时刻 有一辆车子 这个车子是一个白色的吉普车 突然就从天安门的附近 冲撞了很多游客 包括外国游客 菲律宾因为游客因此当场死亡 后来慢慢的调查 根据很多外媒各地 当地他就拍到了相当多的照片显示出来 那么主要当时呢是一个 有组织策划的一个行动 但是相关的行动呢本来还更大 有的人是准备拿刀子 在天安门杀人砍人 后来发现不太可行之后 这位主角带着他的妈妈 跟他的太太一家三口 他的决心很深很强 他的仇恨必然如此 一家三口妈妈媳妇儿子 开着车子 然后呢在附近的加油站 买了足够的汽油 进行自杀汽车的攻击 换句话说三个人当场死亡 汽车爆炸 也造成了当地在天安门的伤亡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平时游人组织的天安门广场 被警方用盾牌架起了一道临时墙 谁都别想越雷池一步 没有人能料到 在中共紧锣密鼓筹备三中全会之际 就在北京 中国的政治核心地带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10月28号中午12点5分 一辆吉普车从南池子南口 忽然闯入长安街便道 接着就朝金水桥护栏上猛撞 车子瞬间成了一团火球 这车就打这嘎子 就突然就像起火了 我们都离多远了 我才回头瞅着起火了 就这公安干净拿了就都上了 本来以为你吉普车就分着我们这来的 我跟我妈根本就跑不了 就没动怀 我说这车要撞着我们 我们就死这了 就没 他撞那汗白玉栏杆上了 事发当时这里聚集了 从世界各地前来的游客 意外造成了两人死亡 其中一人是来自菲律宾的游客 现场有40多人受伤 而车里的驾驶跟乘客当场身亡 1949年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广场上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起 天安门就被赋予了庄严的政治意义 而在1989年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学生运动之后 这里更成为高度敏感地带 你在广场上的一举移动 都被看得到的便衣 跟看不到的精密设备全面监控 因此当一辆吉普车 直接冲撞到毛泽东眼皮底下起火燃烧 消息很快就被当局跟网管删除控制 两天后北京警方才证实 这是一起恐怖袭击案件 北京警方宣称 赵氏主谋来自新疆和田是一家人 驾驶是维族男子乌斯曼艾山 他带着母亲酷丸汗热衣幕 跟妻子鼓励克资爱妮 在10月7号跟四名同伙驾驶休旅车抵达北京 另外一人乘坐火车 共八个人带着四万人民币的资金 数把葬刀 藏身在北京西城区准备实施恐怖袭击 事前还三度去探勘地形 10月23号 五名同伙先返回乌鲁木齐 乌斯曼艾山一家三口则在多个加油站 加了400多升的汽油放在车内 在10月28号 以自杀式的手法开车冲撞天安门 所谓东伊运组织 指的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是中国公安部首批认定的四个东突恐怖组织之一 联合国在2002年9月11号也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 而他们的成立宗旨就是要在新疆独立建国 就在恐怖袭击案件发生之后 日本NHK记者前进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发现街头随处可见大批武警 保安警戒提升到了最高级别 但是官方没有说明的是 制造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谋 拉着母亲跟妻子 同归于尽的动机究竟为何 包括西藏跟新疆 民族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当局 2009年震惊全球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 让少数民族跟汉族的对立冲突浮上台面 维族人不满汉族人在经济上受到优渥 认为中国政府对维族人的政策不公平 可能是导致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的根源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引述一名目击者的话说 肇事汽车里生出了黑色的旗帜 一边摇一边冲向金水桥 黑旗上写着看来像是少数民族的文字 由于事件就发生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周 天安门广场的气氛显得更加肃杀 巡逻警力警车增加 对游客的安检措施更是做到滴水不漏 北京市委书记郭基隆跟市长王安顺 也特地前往医院探视伤患 12名伤者到医院以后 两个小时之内全部的救治工作已经安排就绪 做手术的病人达到了9个病人 然而到底有多陌生的仇恨或是不满 足以让三个维族人牺牲生命去抗议 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有限资料中 外界根本无从得知各种原因 有学者认为这起恐怖袭击事件 意味着中国的反恐斗争 已经从天江地区延伸到了心脏地带 今后反恐或许将成为中国人的 日险话题 暂ac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